今天是示範做一個花瓶的設計 因為平時我們都會收到不同的器皿 你想想怎樣利用器皿 可以擦一盆美麗的花 其實我們在花開那裏 我都介紹了一些小的提示 就是有類似的燒機的用器 用來擺放花瓶 剛剛吸陷的 它有不同的尺寸 由大、中、小 有不同的尺寸 我找到一個可以吸進去 其實我再講清楚 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是剛剛吸進去 所以你不用用那麼多花瓶 如果你有兩種插法 一個就是這樣插進去 代替了我用膠紙 另一種插法就是用花瓶 用膠紙包著它 你的形狀可以插到你喜歡怎樣都可以 我們現在可以示範 首先做了一個比較活動的插進去的設計 我們先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花瓶是紫色 所以我選擇了紫色的瀉香 楊瀉香做主色 剛剛配搭下去 因為現在五月牡丹非常漂亮 所以我選擇了粉紅色的大牡丹 還有粉紅色加少少綠色的小牡丹 其實都不少 因為它都開到整個手掌這麼大 另外就是粉紅色的小白盒 都是很粉色調的馬蹄蘭 還有小壽球 加少少綠色 整棵的組織都會很生動 還有很有夏天的氣氛 中間開始拍拆 因為它是很方便的 因為它已經有個沙機在裡面 已經和你定位 很簡單地已經做了一個形態在這裡 都是一個開放型散開的形態 最重要是主幹的型已經出現了 包括加少少綠色的小白盒 再加少少綠色的小白盒 加少少綠色的小白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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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重要是拆花也是講說配色的 你的顏色配搭得很好看 而且永遠有些工具幫助你 插水來的花一定是漂亮 再加少許綠繡球在中間 加少許綠色 再說說今次的花材 還有紫色的石香 很漂亮的矛單 大矛單 開得很茂盛的矛單 小的矛單 綠繡球 還有粉紅色的白盒 加少許的馬蹄蘭 整棵花已經很漂亮 十分鐘之內已經可以插好了 總之內 加少許綠色的花 草霜 總之內 超重了 大矛單 大矛單 超重了 一位 大矛單 中間 一位 小矛單